博物館这个小圆环围起来的草坪上 一架看起来神似科幻电影道具的飞机 静静地躺在阳光下 它和西雅图波音博物馆挑高大梯里的 这架SR-71侦察机的外形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仔细一看 可以发现专为中情局设计的A-12 和后来美国空军太空总署NASA使用的SR-71 不太相同 除了前苏黎 1950到60年代展开核武计划的中国 同样是美方情报搜集的重点 但是美国不方便出面 于是跟当时的国民政府合作 由台湾的飞行员 以中华民国空军的身份 驾驶机身上有青天白日标志的U2侦察机 执行CIA的勤搜任务 包括陈怀生等国军飞行员先后遭到共军击落 有的阵亡 有的被俘虏 包括后来担任华航货机机长 却劫机叛逃前往广东的王熙爵 也曾驾驶U2侦察中国的核武设施 博物馆展出的除了担任间谍任务的侦察机 还有各式各样的地面人员装备 当然也少不了敌对国家广泛采用的AK系列步枪 而这个房屋模型根据官方指出是今年七月间被CIA击毙 盖打恐怖组织第二号人物扎瓦西里最后藏身的住宅 当然在CIA七十五年的历史中除了重要的勤搜和反恐任务 也在过程中留下数不清的争议 甚至污点 电影中的线人最后被当成炮灰 丢弃而为了击毙重要的目标 牺牲无辜的人命 更是这些情报单位的家常便饭 另外CIA被指控 涉入外国的军事政变 乃至于吸收纳粹德国共谋者加入勤搜 非法监听以及杀人灭口 这些见不得光的政务 让CIA始终脱离不了丑闻缠身 和民间与国会的质疑 这座位于美国危机尼亚州 隶属于CIA管辖的博物馆 平常不对外开放 仅供CIA人员学习之用 不过有兴趣的网友 还是可以从博物馆的网站上 稍微窥探一下 全球最大情报机构之一的神秘之处 公事新闻许家人编译